三个月就像头骨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 今日到场 统业大众 扶院队相寻 皆由三叶 庄严行人 因诸苦报 相遇既知是众苦之本 因因勇猛 错而灭之 灭苦之药 唯有忏悔 故今称叹 十二见而 一不作罪 二能忏悔 大众今日 将予忏悔 当节其心 整肃其荣 内怀惭愧 悲畅于外 其二种心 则无罪不灭 何者二种心 一惨二愧 残者残天 愧者愧人 残者自能忏悔 灭诸愿对 愧者能教他人 解诸解福 残者能做众善 愧者能见随喜 残者内自羞耻 愧者发露向人 以示二法 能令行人 得无外乐 相遇今日 其大惭愧 作大忏悔 至心求哀 四生六道 何以故耳 经言 一切众生 皆是清源 或经为父母 或经为师长 乃至经为兄弟姐妹 一切皆然 良游多无名网 不父相知 既不相知 多起触恼 以触恼固 愿对无穷 大众今日 绝无此意 至诚肯测 苦切用心 必令一念 感识方佛 以拜断除无量愿对 等以痛切 如体投地 重复归一 世间大慈悲赋 能摩明乐佛 能摩释迦摩尼佛 能摩定义佛 能摩无量行佛 能摩明照佛 能摩宝相佛 能摩断仪佛 能摩善明佛 能摩不须不佛 能摩觉悟佛 能摩华相佛 能摩山主王佛 能摩大威德佛 能摩骗佛 能摩无量名佛 能摩宝天佛 能摩注意佛 能摩满意佛 能摩上赞佛 能摩无忧佛 能摩无够佛 能摩泛天佛 能摩华明佛 能摩生差别佛 能摩法明佛 能摩敬见佛 能摩得敬佛 能摩文殊施力菩萨 能摩普贤 能摩无边生菩萨 能摩观世音菩萨 又父归一 如是十方进虚空界 一切三宝 要愿三宝同家设寿 领众等所颤除灭 所毁清净 又愿今日同颤悔者 从今日去乃至菩提 一切愿对 皆得解脱 一切众苦 必尽消灭 皆惜烦恼 永得清净 长辞四趣 自在寿生 亲世诸佛 念奉尊迹 六度四等 无不背形 聚四便才 得佛实力 向好延伸 神通无碍 入金刚心 成等正觉 慈悲道场颤法 卷第五 四身王板 六道回旋 皆由冤对案相传 愿障佛哀怜 解释冤迁 万祸众悠然 能摩南圣地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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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灿 妙相为为 离中天之稿日 此风荡荡 震大地之春雷 洒甘露于成心 惯醍醐于沙戒 有求皆应 无怨不从 如来书无眼之光明 荣惠作午时之佛事 上来奉为求缠众等 修从慈悲道场颤法 今当第五卷 离送云周 功勋将毙 吉武德之歌流 沾五天之妙相 然五分之真香 典五方之汇聚 记载异音 花杯五色 共传辽为琴县 礼佛效于奎亲 作观诵经 书功义德 先生回向佛菩提 然后普辞周法界 出生疏离 奉为求缠众等 缠未缠之罪够 即未及之圣音 福愿 五蕴之云自空 五衰之相不限 五根五力而具足 五盖五丈亦消融 八明五种之心花 持守五之之境界 现存正属 惜五福以弦真 过去宗亲 得五明之成就 明莫忧成之泪 苦伦习而共振菩提 愁愁直对之徒 愿业解而同生善道 略略维稳悔过 细细业果难除 一一养于滋留 重重求于忏悔 良黄颤 五卷功德礼 愿灭信仁五逆罪 清正菩萨南圣地 串文举处醉花碑 解了冤 颤了罪 消灾曾福慧 龙华三会愿相逢 弥勒佛前清授祭 能摩龙华会 菩萨摩赫萨 能摩龙华会菩萨摩赫萨 能摩龙华会菩萨摩赫萨 良黄颤 五卷以全周 慧相思恩并三有 拜颤众等 增福寿 愿将法水洗千游 南圣地菩萨 为愿爱纳寿 能摩登云露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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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道场颤法 卷第六 纯仙蕊 百草胜其青 茶牙点出心香喷 欲忧展内雪花灰 赵州公安幼崇新 睡魔王能退 几度黄昏症 能摩普供样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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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颤 公文绝黄释迦 十六年之苦行 斗果原成 破六欲之天魔 神光闪烁 菩萨其修于六度 为眷属之庄严 神文正果于六通 做前后之围绕 受祭则六合乾坤而震动 说法则六时花语已缤纷 妙得难思 恩光朴辈 远垂哀敏 见此为成 上来奉为求颤众等 其见慈悲到场颤法 自当第六卷 入坛缘起 香喷六珠 灯染六天 六花飞六合之乾坤 六未功六天之干相 起手投尘 殷勤悔过 切念求颤众等 殷从囊结 果敢今生 随逐六根放逸 良由六世攀缘 谈六成之幻化 造六曲之轮回 往修六念之正音 为缘六度之范行 生生之内 苦过无穷 世事之中 望缘不绝 今则心怀悔过 一节精尘 敏六合之大德 修六度之颤文 凭六时之恳切 解六曲之千游 仰寇绝黄 明勋加倍 大慈大悲敏众生 大喜大舍祭寒世 向好光明以资言 众等至心归命理 启运慈悲道场颤法 一心归命三世诸佛 那么过去皮婆师佛 那么师器佛 那么皮舍佛佛 那么居留孙佛 那么居纳含蒙尼佛 那么加舍佛 那么本师释迦蒙尼佛 那么当来弥勒尊佛 慈悲道场颤法 卷第六 解缘世节第九之余 今日道场 同业大众 先向四生六道 颤生恶业 今言 有生则苦生 无生则苦灭 而此生者 众苦之本 三徒聚报 皆由生得 未见他作我受 我作他受 自作其因 自受其果 若一夜成 最无边际 何况终生所起恶业 今为之有我生 不知有他生 为之有我苦 不知有他苦 为之我求安乐 不知他亦求安乐 以鱼吃骨 其彼我心 生怨清想 所以怨对 骗于六道 若不解节 于六道中 何时免离 从节至节 岂不痛哉 相遇今日 岂有梦心 生大惭愧 做大忏悔 必使一念 感识方佛 以拜断除 无量怨节 等于痛切 五体投地 皈依世间大慈悲赴 那么弥勒佛 那么释迦摩尼佛 那么月面佛 那么宝灯佛 那么宝相佛 那么圣明佛 那么作明佛 那么无量音佛 那么围栏佛 那么狮子身佛 那么明义佛 那么无能胜佛 那么功德品佛 那么月相佛 那么得事佛 那么无边形佛 那么开花佛 那么尽构佛 那么见一切亿佛 那么永利佛 那么富足佛 那么福德佛 那么随时佛 那么广义佛 那么功德尽佛 那么善极灭佛 那么财天佛 那么庆音佛 那么大势至菩萨 那么常经敬菩萨 那么无边生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由父归一 如是十方 尽虚空戒 一切三宝 愿以佛力 法力 诸菩萨力 一切贤胜力 令四生六道 一切众愿 同道道场 各个颤谢 心念口言 做如是说 众等从无始无明驻地以来 至于今日 以生二业因缘 或于天道 人道 起诸愿节 或于阿修罗道 地狱道 起诸愿节 或于恶鬼道 畜生道 起诸愿节 愿以佛力 法力 诸菩萨力 一切贤胜力 令四生六道 三世众愿 若对悲对 若轻若重 以经忏悔 所忏除灭 所悔清净 三界苦果 永不复受 在所深处 常知诸佛 又赴今日 同忏悔者 从无始生死以来 至于今日 以生二业因缘 于恶道中 背起愿节 或以称慧 或以贪爱 或以愚痴 从三毒根 造十恶行 好杀禽兽 断牛羊等 或为田野 或为社宅 或为钱财 更相杀害 有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或为利养 谬赐众生 或期望作医 针灸百姓 如是等罪 愿对无量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有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或杀害众生 或断人水浆 或逼众生贤苦 或断人水浆 如是种种恶业怨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有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或杀害众生 淡食其肉 或纵三毒 鞭打众生 或以毒食 四杀众生 主是愿对 无量无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有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远离民师 情境恶友 从生三叶 造种种罪 四情杀害 网腰无辜 或发彻皮池 拥塞沟渠 脑海水性 诸于细虫 或焚烧山野 或涉网张罗 水路众生 被加杀害 如是愿对 无量无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又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无慈悲心 乖平等行 抖乘七狂 清零下裂 或破他诚意 超略解脱 或偷到他财 以自攻击 无有诚信 更相杀害 如是愿对 无量无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又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无慈悲心 无慈悲心 在六道中 于诸众生 被加储毒 或鞭打眷属 不以祈祷 或喜获福 所谢忧悲 或考虑策利 刺涉伤悔 或斩结残害 拨至烧主 如是愿对 无量无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又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生三恶业 口四恶业 亦三恶业 四重五逆 诸于不善 无不备做 自是年命 不畏鬼神 唯恐我不胜人 仍能胜我 或以华门望族 临人傲物 做如是愿 或以多文社达 临人傲物 做如是愿 或以篇章记忆 临人傲物 做如是愿 或以夸豪奢侈 临人傲物 做如是愿 或以便口例词 临人傲物 做如是愿 如是众愿 或以尊相福田边起 或于和尚舍离边起 或于同住上中下座边起 或于同学眷属边起 或于父母亲戚边起 如是愿对 无量无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有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或于天道 人道 起诸愿节 或于阿修罗道 地狱道 起诸愿节 或于畜生道 恶鬼道 乃至十方一切众身边 起诸愿节 主是罪恶 无量无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众等有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或为嫉妒 或为禅取 自求生进 或为名誉 或为利养 随诸邪见 无有惭愧 如是愿节 若轻若重 罪因苦果 数量多少 唯有诸佛诸大菩萨 尽知尽见 诸佛菩萨 当此念我 若我自从无始生死以来 所作重罪 若自作 叫他作 见作随喜 若三宝物 自取 叫他取 见取随喜 或有复藏 或不复藏 如诸佛菩萨 所知所见 罪量多少 应堕地狱 恶鬼 畜生 疾诸恶趣 边地下见 受怨对者 今皆忏悔 愿起除灭 诸佛神力 不可思议 愿以慈悲心 救护一切 受众等今日向四生六道 父母师长 一切眷属 忏悔网罪 且愿是劫 愿令六道愿对 各个欢喜 一切舍失 无愿倾享 一切无碍 犹如虚空 从今日去 至于菩提 劫惜烦恼 必尽断除 三叶清静 众愿永静 天宫宝殿 随意往生 四无量心 六波罗蜜 常能修行 百福言声 万善俱足 助手嫩言三昧 得金刚声 以一念请 片印六道 更相忌妒 始无疑余 同坐道场 成等正觉 今日道场 同业大众 相予以德 忏悔深醉 则深夜清静 所予口过 父是一切怨惑之门 故诸佛界 不得两舌 恶口 妄言 其语 当之禅取华词 够善是非 回患不清 昭暴时众 福人处事 心怀独念 口诗独言 身行独行 以此三事 加害众生 众生被毒 集结怨恨 是心预报 或现世或怨 或忠厚从心 如是怨结 被拘六道 更相报复 无有穷尽 皆有宿命 非空所得 方之身三口四 食重恶之源 处俗者 不行忠孝 死入泰山 难有汤火之库 出家者 不要佛法 所生之处 常语恶俱 如此愿对 皆知三叶 三叶之中 口业实重 乃至祸报 被诸处读 难小之夜 不觉不知 佛法浩瀚无涯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护明中华印经协会 听命护子的猴妈妈 在印度 猴子是非常神圣的动物 印度人对猴子敬爱有加 因此经常会看到许多猴子 在城区晃荡行走 我的孩子 你别为这妈妈转了 来 过来 妈妈给你梳理一下毛发 好舒服 这些猴子 在城市里 这么跑来跑去 难道 就不怕有危险吗 哈哈 虽然这些猴子非常顽皮 也会经常偷当地居民家里的食物 不过 我们是不会过分为难他们的 毕竟 猴子在这里 是神圣的动物 就算 居民不会为难他们 可是他们这样随意 在街上跑来跑去 万一发生交通事故 那要怎么办啊 哎呀 这也太危险了 是啊 这也是我们非常头痛的问题 就因为这些猴子 经常毫无顾忌地在马路上乱跑 所以 在这地区开车 一定要小心 车速也不能太快 可是 即使是这样 偶尔也是会发生危险的 房顶上的一只小猴子 看到别的猴子 在津津有味地吃着香蕉 也馋得忍不住流着口水 哇 这个香蕉可真甜啊 是啊 这么好吃的香蕉 我们当时应该多拿几个才对的 孩子 怎么了 你也想吃香蕉吗 嗯 妈妈 你也帮我去找几根香蕉吃 好不好呢 好啊 不过 你要乖乖地在这里等着我 可别乱跑啊 会的妈妈 我会听话的 你快去吧 我一定不会乱跑的 突然 小猴子看到有人 拎着一袋子 刚刚从集市上买来的香蕉 在马路对面走着 一见到香蕉 她便将妈妈的话 抛在脑后 哇哇 是香蕉 太好了 我去拿两个 自己吃一个 给妈妈留一个 哈哈 哎呀 不好 这只小猴子被机车一下子撞飞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路上 晕倒在那里 无法动弹 真倒霉 竟然撞到了一只小猴子 看来她是被撞晕过去了 喂 小家伙 你醒一醒啊 看来这只小猴子伤得不轻啊 可能死掉了 我想她只是晕过去了而已 不过 要赶快将她带离路中间 否则 万一被路过的车压到 那可就真没命了 就在这个时候 猴妈妈出现了 孩子 我的孩子 猴妈妈赶过来后 便朝着机车骑士 发起了进攻 机车骑士抵挡不住 便急忙逃走 不准欺负我的孩子 不准欺负我的孩子 哎呀 这只猴子疯了 快住手 你快给我住手 看来这是那只小猴子的妈妈 是啊 要不她也不会这么冲动地跑过去 袭击那位机车骑士 幸好机车骑士戴着头盔 否则她可能会受伤的 就在这个时候 更大的围机 来到了昏迷在路中央的小猴子身边 一只饥饿的流浪狗 发现了它 一只猴子 真是太棒了 我整整一天没吃到东西了 这只小猴子 够我饱餐一顿了 哎呀 你看 那只流浪狗想做什么呢 它好像是要吃掉那只小猴子 啊 不行 我要去救救那只小猴子才行 天哪 这只狗可真凶啊 是啊 听说前几天 这只狗还咬伤过人呢 我看 我们还是别惹它的好 就在这只饿得发疯的流浪狗 准备吃掉小猴子虫鸡时 猴妈妈追完了摩托车 又回到了小猴子身边 离我的孩子远一点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快给我闪开 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不准你伤害我的孩子 天哪 这只母猴子竟然敢和这只恶狗打架 这就是伟大的母爱 是母爱的力量让它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现在它心里只有一种想法 那就是自己的孩子不能被伤害到 是啊 由此可见 动物也有丰富的感情 有时候它们表现出来的爱 着实令人感动 猴妈妈拼尽全力 攻击着那只凶恶的流浪狗 最终 这条流浪狗受不了攻击 只能落荒而逃 这只该死的母猴子 简直是疯了 快离开这里 不准伤害我的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你快醒醒啊 妈妈 妈妈 孩子 哥哥你可把妈妈吓坏了 小猴子被车撞倒后 昏迷不醒 如果妈妈不在身边 它根本无法反抗 只能成为流浪狗的食物 猴妈妈拼尽全部的力气 才将孩子救了出来 它表现出的母爱让人动容 动物之间也有珍贵的感情 每一个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